一起做一個 暴力上槓 HIT 手跳起來拉 壓手 盪 上 壓 暴力上槓怎麼練壓 歡迎收看台車秀體操 各位還記得我們教過一集 屈身上及後翻上的 單槓動作 那我今天想把屈身上這個動作 融會到街頭健身裡面的 一個很有名的動作 叫做暴力上槓 那在體操裡面的屈身上跟 街頭健身裡面的暴力上槓 它兩個不同的動作 區別在哪裡 第一個體操它是比較靠 擺盪動作來完成這個動作 但暴力上槓就會比較多的 技巧跟力量 那我們就把這兩個動作 結合在一起 來練練看 會不會更容易能完成 暴力上槓這個動作 那我們就開始吧 GO 好 那我們這兩個動作呢 我們就先都各做一次看看 第一個我先做屈身上 我說過屈身上它是比較多的 流動動作 所以它在做的擺盪動力就會比較大 這個是我們體操裡面的屈身上 第二個暴力上槓呢 它就會比較是力量動作 所謂的力量動作就是你引體向上 引體向上的這個能力 要非常的大 因為它是靠你肌肉 把你的身體帶上去 暴力上槓 它也會有一點點的擺盪動作 但它不會像我們做體操的屈身上的擺盪這麼大 它只有一點點 一點點 往上推 主要是拉手的動作 會 拉 拉手之後用力壓上 那今天只要把這兩個動作結合在一起 不管你在練體操的屈身上 或是街頭健身裡面的暴力上槓 把它們兩個結合在一起 它們其實技術不會差太多 那你就可以一方面能練到體操的動作 一方面也可以練到街頭健身的動作 在一般公園裡面 我們會看到很多種單槓 但是如果建議你要練我說的兩種動作的話 我會建議你盡量找公園裡有高槓 還有中階的槓 跟一個D槓 這三種槓 來練我們今天要練的動作 我們先介紹暴力上槓你要練的力量動作是什麼 第一個你先找一個D槓 找D槓 先做跳上去 支撐 下來 跳上去 支撐 下來 練這個跳上去支撐手臂用力 到上面的感覺 因為你暴力上去之後 你要想辦法能撐上去 才是暴力上槓 所以你先練這個支撐感 可以的話 腳的力道 跳小力一點 讓手的感覺再多一點 輕輕的 給你的手 給你的手 去推 接下來是我們的力量動作第二個動作 我們要練的是支撐上去之後 然後做浮力挺身 浮力挺身的感覺 手去推 手去推 所以 盡量讓你的身體 不要一直貼著槓 可以的話 離開它 給你的手去推就好 練這個手臂的力量 接著我們來第二階 中型的槓 中型的槓要練什麼 一樣練跳上去支撐 只是它的高度又變高了 所以你要跳的力道 你要自己拿捏好 再來加上你的手腕 你在跳上去的時候手腕 要往前轉 所以我們看一次 蹲 跳上去 手腕 會先往前轉 再壓你的身體上來 跳上去 轉手腕 壓身體上來 那我們就可以配合D槓 剛剛那個推手的感覺 再加上 中型槓 這個轉手腕 連在一起做 推 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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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腕的同時去推 接著我們來高槓 高槓要練什麼 我們要練擺盪的技巧 所以你可以先試著擺到前面挺肚子 後面跳起來瘦肚子 挺 收 挺 收 挺 這是一個協調的感覺 你一定要讓這個做順 你待會再做的時候才會比較好做 剛剛那個挺收的動作 協調的感覺 因為你已經做得蠻順的 那我們就把它再加一個挺收完 跳起來做一個引體向上 還沒有要你上去 先把這兩個動作結合起來就好 來做一個挺收 跳起來拉 挺收 跳起來拉 把這兩個動作結合在一起 先做順 待會我們就要上去了 好那現在我們就可以試著把 剛剛低槓 中槓 比高槓 這三個動作 加起來 一起做一個 暴力上槓 一 收 跳起來拉 壓手 一 收 跳起來拉 壓手 到剛剛為止 我們都是幾乎是用手去壓 跟你的腳去跳 所以技巧的動作 差不多已經算是OK可以完成的了 那這邊會建議你把這些動作都做到 你覺得做起來算很輕鬆的 那我們就可以試著來 把腳離開 用盪的試試看 盪 收 盪 收 好來 盪收完 就直接拉上槓了 先站後面 輕輕的拉起來 盪 收 壓 好再看一次喔 輕輕的跳起來 腳彎 盪 手 壓 好那基本上 我們暴力上槓 及區間上 結合起來 好有擺盪的動作 還有拉手 跟壓手的動作 結合起來 再做這個暴力上槓 就會比較輕鬆一點 你只要照著這幾個步驟去練 應該慢慢的 你的動作的雛形 就會慢慢的出現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暴力上槓 及區間上的組合教學 如果你對體操有興趣的話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還有其他的體操教學 體操動作絕對不是三兩天就可以完成的 一定要花一點時間 還有耐心的去訓練 你的動作才會逐漸的慢慢成長 那今天我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我是艾神 我們下次見 掰掰